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長高虹安 在立委任內涉嫌詐禮了助理費46萬元 台北地院今天再度開庭 進行交互結問證人的程序 下午也首度傳訊了高虹安的男友李仲廷 來出庭坐鎮 高虹安遭到檢方指控了 擔任立委的期間 將應該要用來給付助理的獎金 加班費的公費助理費挪威私用 當成是個人的零用金 來支付他餐飲 禮品 高鐵 還有計程車 咖啡機 辦公室用品的花費 甚至包括購買了雙眼皮貼衛生棉 還有洗頭的費用等等 總共是詐領了46萬30元 並依貪污罪起訴高虹安 以及案發時的國會助理 黃慧文 陳煥宇 還有陳玉凱 王玉文共5人 不過順利期間 高虹安跟王玉文都不認罪 其餘被告黃慧文 陳煥宇 還有陳玉凱都已經認罪了 這個月10號加上今天 黃慧文還有陳煥宇 陳玉凱 先後以證人的身份出庭 今天下午也緊接著 傳喚高虹安的男友 李中廷出庭坐鎮 只是陳煥宇今天上午坐鎮的時候 檢方提示他在調查局的訓問筆錄當中 他有提到了 高虹安詐理助理費被爆料出來之後 高虹安有約陳煥宇到新竹來商談 兩人搭乘高鐵到新竹站之後 再轉乘機程車到新竹市香山區的 一個電梯大樓跟高虹安見面 高虹安跟他們說不要擔心 也不要隨便對外發言 更不要回應記者的探聽 還要求他們把手機的對話記錄都刪除 因為他們怕對話記錄可以復原 所以他甚至要求他最好把手機給銷毀 陳煥宇就在法庭上 針對筆錄內容回應了 他說自己講的話都很實在 不過陳煥宇跟陳玉凱作證時也透露了 他們的月薪各是7萬元跟6萬元 加班費則不明確 實際上他們其實每天都加班 因為他是辦公室主任 每週一到週五早上7點半都要開成會 即使回到家也要隨時接到工作的指令 結果超過辦公室 向立法院申報的每人上線的46個小時 他們也都知道辦公室有公用的錢 不過陳玉凱也說了 他的一些出差費用都曾向黃慧文報仗勤款 而黃慧文10號的時候他也爆料了 他說高宏安看零用金的賬會看得清清楚楚 就連助理去7-11拿高鐵票的10元手續費 他都會碎碎念 由於黃慧文他是負責幫高宏安寄賬的人 所以他的證詞還有與高宏安的互動 對審判的影響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審判長上午也說了 由於先前接過行政主任小兔黃慧文的時候 多花了兩次停期的時間 下午將與檢辦討論說 是否要加開一到兩次的停期 以令充分來問高宏安 還有前公關主任王慧文 以及另外兩位非被告的證人前助理Z9吳達偉 還有私聘的助理特哥蔡維廷 不過如果時間無法配合的話 就要加開停期 恐怕要挑燈夜戰開庭到深夜 護國山山台積電宣布將要加碼美國的佈局 進入新一輪的全球海外擴張階段 基於地緣政治的因素要質押競爭對手的原因 投資的金額由先前的400億美元提高到650億美元 也就是亞利桑那州廠將會有三座的廠方 其中第一座第二座跟第三座的量產時間點 將分別是在2025年2028年跟2030年 顯然這重大的決定是受到地緣政治 以及競爭對手策略的影響比較大 因為近期台積電在日本的投資順利 不但確定雄本一場雄本二場已經獲得了補助款 日方也期望能有三場的設置 此部分確實使得美國比較緊張 因為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 因為先前工會抗爭補助款遲遲沒有下文 導致美國的一場跟二場出現了量產低延的現象 所以美國製造的目標壓力也顯然的加大了 因而美方勢必對於台積電 加大對於美國的投資給予高度的期待 加上Samsung的美國德州的投資案規劃 已經提高到440億美元了 為了要質疑競爭對手 台積電也不得不進行美國廠的擴大投資決定 不過南韓的企業分析機構最近就公布了一項的數據 指出說台灣的前百大企業的市值與營業的利潤不斷成長 去年甚至超越了南韓的前百大企業 其中三星電子跟台積電之間的消漲是最大的影響因素 根據韓聯社報導了 分析三星電子與台積電市值與營業的利潤 光是去年底的市值總額 三星電子僅468兆韓元 慘遭台積電以645兆超越 至於在營業利潤的部分 三星電子10年來從原本的36兆韓元 縮減到僅剩6兆韓元 而台積電則是從7兆成長到38兆韓元 而台積電明天也即將要舉行法說會 到時候將會討論到未來的營運展望 資本支出還有全球布局等等重要的議題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中信上游的半導體00941 還有群益半導體收益00927等等的半導體ETF 都有可能會受惠 因為台積電最新公布的三月營收 創下了同期的新高 2024年首季更是史上最旺的一季 這些都成為投資者密切關注的焦點 畢竟00941和00927的近一年和近三年的回測報酬率 都超過了加權指數的表現 這也說明了許多投資者對於半導體行業的看好 也代表這一行能夠帶來增長的機會 半導體在當今的數位化和智能化的時代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如今4月中旬起 台國將會迎來重量級的法說會 包括台積電 聯發科 大力光等等 各大科技巨頭包括超微 英特爾 聯發科 輝達 也將相繼的發佈了財報 AI伺服器等等的投資題材再起 也有機會帶動半導體股價走出股市 也讓許多的股民都非常期待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播資訊 全台的食品中毒案延收 日前汪品集團的兩間旗下的餐廳出瓦跟小辣 造成了157人上吐下瀉 儘管署的副署長昨天證實了 經過調查 店內有3名員工是感染諾羅病毒 初步認定整起疑似食物中毒案與諾羅有關 至於三大群聚案的其中兩起 也就是藏壽司案 與台北市的士林西山裡的事件 也有民眾是檢出有諾羅病毒 這對第一波的結果儘管署解釋了 初瓦還有響蠟西門店分別是一名廚工 兩名員工跟兩名的用餐民眾 一共是有五個人檢出 接著就是新北的藏壽司案 是三名用餐的民眾檢出 廚工都是陰性 至於西山裡的水源問題 也有三個人檢出有諾羅陽性 不過近一個月以來 全台一共接獲了203起的腹瀉群聚通報案件 也比去年的同期高出了2.7倍的病原體檢 出陽性的案件 以諾羅病毒為最大宗 只是新的食品中毒案例真的越來越多了 上週國內就有將近14萬人因為腹瀉就醫 而病原體的檢驗結果顯示了 致病多為諾羅病毒 疫情中心的副主任李嘉玲他就透露了 較前一週的12萬800多人上升了15.7% 也與去年的同期相當 近四個星期以來群聚的通報案例 高於去年同期的54起 以餐飲的履宿業為最多 如今病原體檢出陽性案有56起 45件中檢出有諾羅病毒 不過諾羅病毒到底有多強 就有網友在PTT上分享了 他說他感染了諾羅之後 一直狂吐根本沒辦法睡覺 連吃藥也馬上吐出來 全身痠痛還有刺刺的感覺 並且持續低燒讓他勸大家吃外食真的要小心 不過諾羅病毒是引起腸胃道發炎的病毒 症狀就像食物中毒一樣 容易會出現噁心 嘔吐腹瀉跟腹腳痛 也可能會合併發燒寒戰頭痛跟肌肉酸痛 一般人言年紀比較小的幼童 嘔吐的症狀會比較明顯 症狀通常會持續1到10天左右 不過諾羅的傳染途徑主要是以吃進去被污染的食物或飲水 主要來感染的 接觸被污染的物體表面再碰觸到自己的嘴巴鼻子或眼睛 也可能會傳染 加上諾羅只需要極少的病毒量就可以傳播 因此與病人密切的接觸或吸入病人的嘔吐物 及排泄物所產生的飛沫 也有可能受到感染 營養師高明明他就指出了 如果不幸中了諾羅病毒 建議要多多補充水分加上電解質 避免上吐下泄嚴重的缺水 也要避免過油跟高糖的食物來刺激蠕動加劇腹瀉 建議少量多餐加上清淡的飲食 不過怎麼樣可以完全預防呢 高明明他就建議了 除了用肥皂勤洗手之外 還有環境要勤消毒 而飲食的部分應該要避免生食生飲 尤其蔬果貝類跟水產品要徹底煮熟在食用 外出用餐也要注意用公塊母池 感染者也千萬不要烹調食物 但最重要的還是勤洗手 才是保護自己的最好方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播資訊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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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